女儿早就惦记这个螺蛳粉 今天就让她如愿了 让她自己煮 她要自己煮 这么多配料 一包螺蛳粉 是生饭的蒜子 鲜香味的 不是辣的这个 就是蒜笋配料 鲜香 爽辣 看到没有 肯定辣的 等一下辣包 哪一包是辣包呀 这是醋 辣椒油 辣椒油等一下 先少放一点 这东西煮起来还挺麻烦的 来开水来了 开水来了 直接倒 400毫升 这个烧开给快 这个 你不知道烧了多久 大概也只有三两分钟就开了 倒多少 400毫升 大概一碗多一点 一碗半多一点 可以了吧 可以 我先放粉 粉还煮啊 粉不能煮了 粉要放的 对你煮的烂的呢 放汤料呀 汤料呀 你不是说 对呀 两个都要放呀 应该先放汤料 因为你的粉煮的够烂了 不能再煮了 等下放进去拌一下就行了 好 我帮你放进去 全饭啊 哇 好香啊 味道都在这个料包里 好了好了 不要啦 你这个没弄完的时候 好好好 那我来扔 这个很足够 难道啊 嗯 黑菜也全倒 醋你不喜欢吧 醋你自己倒 你放一看 辣油你自己放 放少一点 这个酸是 可以料包 你来放 开不开 全倒 嗯全倒 还有一包呢 先倒一包好了 好 这个也开始看 不是这个也全倒 它这个就是生鸡版 就是棒的 给了你两包酸 呀 味道出来了 是那个酸酸里面的味道 快点 好臭 那剪刀剪呀 这个不是有剪刀吗 怎么煮个粉 感觉好忙出来 这个醋也全倒吗 嗯 哦 好臭哦 这个 这个辣椒油 我放也放 不能全倒 我给你讲 它这个本来味道就是鲜美 没有很辣 你就倒吧 你先倒一部分吧 那我呢 花生呢 花生呢 花生先不动啊 等一下 花生也没起放了吧 花生煮来好吃吗 最后脆的才好吃 行 最后倒在上面就行了 都放了是吧 嗯 它说煮 为什么没火呀 刚刚 在拆掉吧 我就把它调一下 哇 好香啊 又香又臭 这哪是香啊 你的口味果然是 拿沸腾 要盖锅盖了 不用盖了吧 我也没煮过 我不知道呀 看在上面 让它煮沸 神气 我盖个锅盖 煮菜就好了 对呀 我呢 热一根玉米 我女儿她不吃玉米 我老公今天加班去了 就我和我女儿两个人在家 她早上吃了稀饭 我女儿吃螺蛳粉 我吃玉米 这一家人早餐吃的都不一样 建个盘子 不要让它里面有汁 会流到窝子炉里 两分钟差不多 好大一碗呀 你吃得掉吗 吃不了分一点 让我尝尝 我来尝尝这个螺蛳粉 我就捞了一点点 尝尝 第一次吃螺蛳粉了 这米粉真好吃 我就喜欢吃米粉 客客谈谈的 我说辣包放一半吧 好辣 还可以 我不能吃辣 还好我就捞了一点点 太辣了这东西 这适合重口味的人吃 像我就 吃不辣 太香了 这米粉超级好吃 米粉比面好吃 颗颗弹弹的 没有嚼劲 辅足你尝 我别让老婆等吃了 太辣了 嗯 不吃了 吃我的玉米 赶紧吃玉米 玉米是烫的 我喉咙要肿了 玉米是热的 等一下吃了更了 吃红薯干 哈哈 哈哈 哎 红薯干是甜的 这时候 吃的辣的 不能吃热的 吃热的更辣 辣的心里都发烧 感觉喉咙都肿了 好吃 还是我的红薯干好吃 老妈我问你 是不是米粉比面好吃一点 比面条好吃 我都不喜欢吃 我觉得米粉比面更劲道 爸爸我跟你在捞零过边水吃 你吃吧 黄薯要吃吗 不吃 我要缩粉 不吃米喽 嗯 我吃一个 他是这个不辣的好吃 很香的 你这吃不了辣 什么川菜你就不能吃了 嗯 我说你吃不了辣 什么川菜就吃不了了 那就少了个菜系可以吃了 嗯 我不吃川菜 我女儿大方的 西饼 老师给他 嗯 和你吃牛肉 吃牛肉 喂 要怎么样 好甜 好